1971年的一天 在浙江東部的一個村子裡 有一個女孩出生了 這個孩子在出生的第四天開始 有點不太正常 就是從早上八點鐘開始 不哭也不叫 她也不吃奶 就這樣緊緊地閉著眼睛 一直到下午四點她都沒有恢復 家裡人就覺得 孩子是不是沒救了 就把她用床單包好 拍了個膽子大的 到了村子東邊的那棵大柏樹下面 爬上斜坡 把那個孩子扔進了大柏樹的樹洞裡 爲什麽要把它扔進 村子東邊的那個樹洞裡 他們都說村子東邊的那棵大柏樹 有一兩千年的歷史了 它叫萬鷹柏 爲什麽叫萬鷹柏呢 老人們說這個樹里住著一條蛇精 這個蛇精要吃滿一萬個孩子 它才能夠成精 所以在那個年代里 但凡孩子晚上不聽話哭鬧的 家裡人就會說 再哭再哭 把你塑進村東的那棵大柏樹 讓它吃掉你 大家都知道那棵樹裡面住的蛇精 每一個孩子在這個村子裡玩耍 只要能經過那棵大柏樹 都有曾經聽到過 樹洞裡面有嬰兒哭的聲音 因為孩子們都覺得很恐怖 但其實這棵樹早在這個村子 建村前就已經在了 這個村子是怎麽來的呢 這個村子是宋時期理學家財宗行 在退隱江湖以後 在退隱朝廷以後選的一個 要自己歸隱的風水堡定 經過一千多年呢 這個村子就形成了現在的規模 在財家的家譜裡說 村子剛建村的時候呀 村口就已經有這棵大柏樹了 而且那個樹記錄下來是樹觀非常的大 也有幾個成人才能抱過來 而且在那個時候 大柏樹已經有很多很大的樹洞了 人們都傳說這個大柏樹 是要經過上千年 才會形成那種自然的樹洞的嘛 你想在建村的時候 大概就700多年前是北宋時期 就已經這棵樹大概就有一千多歲了 所以到現在呢 這棵樹應該有一千七八百年的歷史了 人們在有記憶開始 不管是村裡的爺爺的爺爺 奶奶的奶奶 他們都記得 大方村子裡有那種養不活的孩子 或者不想要的孩子 大家都是默認扔到那棵樹洞裡的 也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因為這棵樹洞 是千百年來都被孩子的師父所滋養的 他也長得非常的異常的茂盛 那種綠油油啊 是油的讓人家有點恐怖的 這個女孩被扔進樹洞以後嘛 家裡人也就沒放在心上 因為自古以來就沒有哪個孩子 扔進這個樹洞還能活著出來的 也真是奇怪 就在她被扔進樹洞的第七天 這個孩子她有姐姐的嘛 她有一天放學的時候呢 就經過那棵樹 竟然聽到了樹洞裡面 有孩子哭的聲音 她想起來前幾天 她那個出生的小妹妹不見了 聽說也被扔到這棵樹洞了 該不會還活著吧 她就趕緊一路小跑回家告訴爺爺 沒敢告訴爸媽 爺爺一聽 哇這孩子還活著命大呀 她就趕緊回家拿上了那個鉤子 老爺子也是亮亮腔腔的爬過去 很努力地把這個小孩從樹洞裡勾住 收工回來以後的爸爸媽媽 聽說了孩子還活著非常地震驚 但是又後怕又覺得愧疚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這個當時被放棄的孩子 反而成了這個家裡最受寵的女孩 她呢也受到了父母非常精心地養育 也成了那個時代出生的女孩裡面 少數能夠讀到高中的 這個父母很疼愛這個孩子呀 還給他取名字叫楊瑋平 楊瑋平從小啊 村子裡的人都知道 他是從樹洞裡撈回來的 所以呢 還給他取了個外號叫白樹洞 他呢也比較樂觀 也接受了 沒什麼感覺不舒服的地方 現在啊楊瑋平呢 大概五十多歲的樣子 和她的老公呢 生活在山西做家具生意 還有人去採訪過楊瑋平 就問她說自己對自己這段經歷有什麼感想 你想啊七天能有什麼記憶呀 但是楊瑋平說她記得 她說她在很多年裡面都會重複做一個夢 她夢見自己在一個幾乎全黑的地方 只有她一個人在哭 哭聲還會有那種回響的聲音 她就感覺很恐怖 很無助嘛 她還有一個夢呢是這樣子 就是她夢見自己作為一個嬰兒啊 好像從樹洞裡爬出來了 她記得自己從樹洞往下看的感覺 就是那個洞非常深非常深 就像一個一望看不到頭的深淵 她說這兩個夢折磨了很多年很多年 直到現在還會偶爾做到 也許就是那七天的經歷給她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傷疤吧 為什麼那個年代會有這麼多孩子會被扔進樹洞裡面呢 我後來查了資料發現 就是在七十年代的時候 有一種叫七日溫的這種新生兒的瘟疫啊 發作得非常厲害 那個年大的孩子死亡率非常高 再加上那個年代 家家戶戶都會生很多孩子嘛 所以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孩子扔進那個樹洞的經歷 再往後啊到八十年代 就開始實行計劃生育了 家家戶戶只能生一個孩子 後來考慮到農村地區 她都是要生兒子的 所以呢就允許投胎是女兒的時候呢 可以繼續生一個兒子 這個政策為什麼會出來呢 就是因為當年只能生一個孩子的時候 如果投胎是女兒 這個家裡就不允許再生兒子了 所以他們就會把投胎是女兒的這個孩子 直接扔到樹洞裡面 讓它自生自滅 這樣子報告上去說家裡還是沒孩子啊 就會再允許再生一個 基於這種情況啊 這種比較殘忍的風俗呢 後來就改了政策了 就是農村地區只要投胎是女兒的 就允許她再生一個 但是你很難避免第二胎一定是兒子 對不對 所以陸陸續續還是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其實在這麼多年 重男輕女的文化傳統裡面 很多國家和地區的這種女嬰的存活率都是很低的 能被扔進樹洞裡進行樹葬 它已經是一種相當體面的死亡方式了 有很多孩子當晚出生就被發現是女孩的時候 她可能直接就被溺斃在馬桶裡面 樹葬嬰兒的方式呢 在有些地方不僅是比較體面的 她還有一定的一個原有是什麼呢 因為人們覺得嬰兒包括兒童 她沒有成年之前她死去呢 都是一種不肖的行為 她的靈魂是不完整的 所以他們必須被葬在樹上 被來來回回的人祝福 他才有機會去重新的轉世投胎 他才不會影響到他這個家族後來的一個運勢 古代也有這樣子的記錄 古人說 凡未滿七歲之小而死時 土人以其先父母而人全路 勿為不孝 乃成以無敗之觀 玄之樹任鳥作之 同時呢 在青藏高原 金沙江畔的白玉賢 以及在西藏波密的龍濁宮 到現在還在延續著一種古老的樹葬方式 就是但凡13歲以下當地去世的孩子 都會被葬在樹上 只不過有一些地方 她可能是把孩子的屍體包裹好 纏繞在樹上玄關上面 那有一些地方呢 是把孩子火化之後呢 把她的骨灰放在骨灰盒裡 塞進事先挖好的樹洞 然後再給它湖上 在當地人看來呢 樹葬代表著對孩子的愛 他們認為死去的孩子掛在樹上 它才會有人陪伴 通常他們會選擇旁邊有河的那種樹 因為他們相信這種流淌的河水 就像母親的乳汁 它可以滋潤孩子孤獨的靈魂嘛 也可以讓他們的亡靈能夠享受母愛 被愛包養的孩子 他才有機會轉世輪回 他沒有怨恨 不過在日本呢 死去孩子的地方 它不是樹 而是一個叫塞河源的平原 陪孩子們玩呢 和保護孩子們的就是地藏王菩薩 這個傳說和當地的水藏文化呢 有一定的關係 就是孩子死去以後 他可能會埋在河流旁的河岸上 或者是直接順著河流漂走 那麼有機會呢 我們可以講一講日本這個塞河源河畔 關於孩子幽靈的一些故事和傳說 好